路加福音第三章 凯撒提壁流执政第十五年 班阙·比拉多做犹太总督 黑洛德做加里雷亚分封猴 他的兄弟斐里伯做伊图勒亚和特拉和尼地方的分封猴 吕撒尼亚做阿比雷乃分封猴 亚纳斯和盖法做大司祭石 在荒野中有天主的话传给撒加利亚的儿子若汉 他遂走遍约旦河一带地方 宣讲悔改的洗礼为得罪之设 正如伊撒尼亚先知预言书上记载的 在荒野中有呼号者的声音 你们当预备上主的道路 修植他的途径 一切身骨要填满 一切山月丘陵要铲平 弯曲的要修植 七驱的要开成坦途 凡有血肉的都要看见天主的救援 于是他对那些前来要受他洗礼的群众说 毒蛇的种类 谁只叫你们逃避那就要来的愤怒 那么结与悔改相称的果实吧 你们心里不要以为我们有亚巴郎为父 我给你们说 天主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巴郎兴起子孙来 父子已放到树根上了 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必被砍倒投入火中 群众向他说 那么我们该做什么呢 他答复他们说 有两件内衣的要分给那没有的 有食物的也应照样做 税吏也来受洗并问他说 师父 我们该做什么呢 他向他们说 除给你们规定的外 不要多征收 军人也问他说 我们该做什么呢 他向他们说 不要勒索人 也不要敲诈 对你们的良想应当知足 那时百姓都在期待墨西亚 为此人人心中推想 或许若翰就是墨西亚 若翰便向众人说道 我固然以水洗你们 但是比我强的一位要来 就是解他的鞋带 我也不配 他要以圣神和火洗你们 穆仙已放在他手中 他要扬尽自己的河场 把脉力收在舱内 至于康比 却要用不灭的火焚烧 他还讲了许多别的劝言 给百姓传 给百姓传报喜讯 分封侯黑洛德 却为了自己兄弟的妻子 黑洛迪亚 并为了黑洛德本人 所做的一切恶事 受了若翰的指摘 又在一切的恶事上 加了这一件 即把若翰囚禁在肩中 众百姓受洗后 耶稣也受了洗 当他祈祷时 天开了 圣神借着一个形象 如同鸽子 降在他上边 并有声音从天主说 你是我的爱子 我因你而喜悦 耶稣开始传教的时候 大约三十岁 人都以他为若瑟的儿子 若瑟是赫里的儿子 赫里是玛塔特的儿子 玛塔特是雷魏的儿子 雷魏是穆尔西的儿子 穆尔西是雅乃的儿子 雅乃是约瑟夫的儿子 约瑟夫是玛塔提亚的儿子 玛塔提亚是阿摩斯的儿子 阿摩斯是纳宏的儿子 纳宏是厄斯里的儿子 厄斯里是纳格的儿子 纳格是玛哈特的儿子 玛哈特是玛塔提亚的儿子 玛塔提亚是史米的儿子 史米是约瑟黑的儿子 约瑟黑是约达的儿子 约达是约哈南的儿子 约哈南是勒撒的儿子 勒撒是泽鲁巴贝尔的儿子 泽鲁巴贝尔是沙尔提尔的儿子 沙尔提尔是奶黎的儿子 奶黎是穆尔西的儿子 穆尔西是阿迪的儿子 阿迪是科散的儿子 科散是厄尔玛丹的儿子 厄尔玛丹是厄尔的儿子 厄尔是耶稣的儿子 耶稣是厄里厄泽尔的儿子 厄里厄泽尔是约愣的儿子 约愣是玛塔特的儿子 玛塔特是雷魏的儿子 雷魏是西莫昂的儿子 西莫昂是尤达的儿子 尤达是约瑟夫的儿子 约瑟夫是约南的儿子 约南是厄尔亚金的儿子 厄尔亚金是莫勒阿的儿子 莫勒阿是门纳的儿子 门纳是玛塔塔的儿子 玛塔塔是纳唐的儿子 纳唐是达卫的儿子 达卫是耶瑟的儿子 耶瑟是敖贝德的儿子 敖贝德是波阿赐的儿子 波阿赐是萨拉的儿子 萨拉是纳赫雄的儿子 纳赫雄是阿米纳达布的儿子 阿米纳达布是阿德明的儿子 阿德明是阿尔乃的儿子 阿尔乃是赫兹龙的儿子 赫兹龙是培勒兹的儿子 培勒兹是犹大的儿子 犹大是雅各伯的儿子 雅各伯是伊萨格的儿子 伊萨格是亚巴郎的儿子 亚巴郎是特拉黑的儿子 特拉黑是纳赫尔的儿子 纳赫尔是塞鲁格的儿子 塞鲁格是勒武的儿子 勒武是培勒格的儿子 培勒格是厄贝尔的儿子 厄贝尔是舍拉的儿子 舍拉是克南的儿子 克南是阿帕格沙德的儿子 阿帕格沙德是闪的儿子 闪是诺厄的儿子 诺厄是拉默克的儿子 拉默克是莫图舍拉的儿子 莫图舍拉是哈诺克的儿子 哈诺克是耶勒德的儿子 耶勒德是玛拉雷尔的儿子 玛拉雷尔是克南的儿子 克南是厄诺士的儿子 厄诺士是舍特的儿子 舍特是亚当的儿子 亚当是天主的儿子 克南是克南是克南的儿子 感谢观看